他也是身体很健壮 六十几岁的人 每天都运动 所以你看他又长得又高 又帅又健壮 这样的一个人呢 就是有时候肚子感觉怪怪的 就去身体健康检查 检查出来以为胆染炎 进一步检查才证实是胆染癌 那胆染癌就完全接受西方医学的治疗 前后从活生生的一个人 那么健康的人 身体健康开始 然后接受西方医学 前后包括手术 化疗 到标靶药物治疗 这样前前后后十个月就往生了 在台湾很多人都知道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歌星 黄大臣 这里可能也不知道 也是唱名歌的 他也是得了癌症之后 也是完全接受西医的治疗 前后也是一年 他要走的时候 有新闻记者去访问他 他只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这一年来痛不欲生 结果痛不欲生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有没有好呢 也没有 他隔不了多久 也是差不多一年左右就往生了 那这样类似的个案太多 像台湾投资的郭台铭 大家应该知道 他的弟弟不是血癌吗 对不对 就在大陆治疗 最后有没有活 也没有活啊 他即使再多的钱 但是真的这个医疗 能够保护他吗 没办法 所以现在癌症 我说得的人越来越多 死的也越来越多 但西方医学 一直没有找出很好的方法 他只是一味的在机器上 越来越先进 把我们人类很小的癌细胞 都可以检测出来 然后他们又发出了一个口号 叫做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大家知道吗 因为他们告诉我们的就是 癌细胞当发现 你不处理 它很快就会怎么样 长得会很快 甚至会扩散 就是看到这种东西 一定是往负面的走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我最近在台湾 就是找 刚好有机会找到一个骗子 也就是大家应该还记得 昨天我放的黑角嘛 对不对 我有说他今年刚好 就是感冒咳嗽一直没有好 那结果赵医师就帮他照 也是光片 结果一照 确定他是怎么样 肺部有一颗肿瘤 所以赵医师就跟我讲 他应该咳不好 是因为这颗肿瘤 就是在这里 大家有看到吗 好 有没有清楚 这个呈现不规则状 赵医师判定 这一定是恶性肿瘤 这不应该长出来 而长出来 所以他咳嗽一直没有好 而且吃东西 马上会吐出来 所以他在赵医师的判断是 这个肿瘤已经压迫到气管 甚至食道都可能被受影响 当时候赵医师这么判断 那我说 照出来的通通是什么 影子 影子会不会让他的症状出现 不会 你放心 照的绝对不会出现症状 所以我坚持我的看法 我说不是这个原因 一定是经商所致 对不对 所以我说 好我就跟黑脚阿嬷约好 就是到带一个人参茶 然后他们全家都来嘛 我再照一次 昨天我有讲过 对不对 结果处理完 他马上能喝下去 喝下去都没问题 而且他本来嘴巴苦苦的 喝起来也变得有味道 我就在讲他 那治疗后 他的病也稳定下来 所以他们家人还是担心 接下来病好了 就如同大家昨天问的 那这颗肿瘤怎么办 并没有了 但是大家都开始在找这个了 所以我说 这个都是大家的问题 好像就非得把人类 所有的东西都处理到干净 才能够算是健康的 是吧 那他们家人就想到 之前他每一年都有去医院 造片子 所以就把这最近的三年的片子 调出来看 结果发现了一个现象 好 我们这个片子是 最近的嘛 2010年7月30号 7月底我收集了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他前几年 20 好 这是三年前的 对不对 7月 刚好 你看我是30号 他11号 所以经过三年了 我们来看三年的片子 这里有没有癌细胞 有 对不对 大家看到了 一模一样的癌细胞 原来三年前就注意 只是当时候 黑脚阿嬷还有心脏病啊 还有什么脚黑掉啊 很多毛病 所以医师也不会注意这个片子了 所以就让他躲过了 要不然早就应该被开刀 化疗了 所以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片子 好 同年的11月 这里有没有癌细胞 有 有 还在 再看2008一夜 有没有 好 再看下个片子 5月 有没有 也有 好 再看 好 7月又照一张 也还是有 对不对 再看下一片 好 这是2009了 一月份 有没有 还是一样 好 再看 2010年 好 就是今年这一张片子 也有啊 比2009那一个片子还好看啊 对不对 还更扎实啊 那这个肿瘤早就有了 所以在西方医学说 发现了癌细胞 癌细胞就会不断地扩散 所以要赶快割 如果照黑脚阿嬷身体那么差 他只要进去割 我跟各位讲 他大概我看不到半年 70几岁的可以活6个月 他85岁啦 那时候已经80几岁了 85岁了 你想他能够躲过这一劫嘛 还好那时候医院的医师 刚好咚咕了 打瞌睡了 所以没有看到这颗肿瘤 要不然我看黑脚阿嬷已经在劫难逃 所以他还是看到了这个片子 才终于相信我 我说癌细胞根本不用管他的 他不会像西医讲的 一定非怎么样 经过时间就越来越大 不会的 结果他们看了前三年的片子 终于相信 所以他们现在不处理肿瘤了 也不会再去找西医 要做什么切片啊 什么化疗 通通不会 那这个就让我们了解到 西医说的 及早发现 这样的理论对吗 不对哦 而且西医的理论很奇怪 有时候也会自相矛盾 他们都承认 每个人都有没有癌细胞 我问各位 有 有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具备的常识 西医也承认 所有人都具有癌细胞 那如果这句话是对的话 他说及早发现 及早治疗 就冲突了 你已经承认每个人都有了 为什么还要发现他 才证实他有呢 这时候你就应该怎么样 照他们的理论如果对 你们就应该现在 就要赶快买化疗药来读自己 把癌细胞好好杀个精光 对不对 那你们现在不用等到 他及早发现了 才来治疗 我们先他们一步 我们可以先下手为强 先把我们的癌细胞 好好整理一顿 不要等西医来处理 这样不是更好吗 但这样显然大家不能接受 对不对 好 那所以这个理论上 本来就充满矛盾 好 那既然他说癌细胞是一个正常现象 人与人类生下来就共存 那为什么等 仪器检测出来的 癌细胞就变成不正常了呢 你懂我意思吧 本来是正常的 现在的医学仪器 连零点几公分都可以检查出来 现在是越来越小的细胞都是坏细胞 以前机器比较差的是大细胞 癌细胞才可以检测出来 现在是越来越小就可以检查出来 那检查出来的都是坏细胞 那检查不出来的都是好细胞 有这一说吗 也就是小时候都是好孩子 长大了一定都变坏孩子 这种医学就这样把你界定 你们能接受吗 我问各位能接受吗 不能 但西方医学竟然这样界定 也就是每个人都有 但是让他发现了 就要开始杀 开始毒 但是从影片来看 根本有时候也不会长 就像台湾 每个人竟然都有癌细胞 但四个就有一个 也就是四分之三的人 到老死的时候 他癌细胞也没有发现 也没有被发现 你们懂我意思吗 也就是有了癌 也不一定会怎么样 长成果 就像黑脚阿嬷 即使有了果 他也不会一直长大一样 所以日本也有一本书 也是在探讨这个 就是癌细胞 从小的时候发现了 那经过十几年之后 竟然发现的这个癌细胞 根本没有长大 你们懂我意思吗 所以他们也间接证实 这样的医学 好像说的有问题 西方医学之所以会这么兴盛 因为不外几招 就是把你们 告诉你们 就是癌细胞会死人的 如果你们不照他们治疗 就像姜棉 他就用一种什么恐吓的仪器 跟他讲 你不照我的方法 你只能活多久 你这样一听 你还敢不治疗吗 你不治疗 你的癌细胞会长得多快 这一句话 你就觉得 我今天不早去 我明天就会后悔 所以几乎得了癌细胞的人 几乎连思考的空间都没有了 就会做下一个判断 这样悲剧 常常就无法挽回 这样懂我意思 所以我们来看 难道照西方医学的 例子才真正能够活过来吗 但是眼前不是这样 死掉的人已经够多了 但是他们还是要叫我们这样做 就有一个患者跟我讲 有一次他也是乳癌 那去切除 那切除之后 然后他就有一个医师 对他特别好 他的主任医师就跟他讲 你去 如果他要手术后 要叫你化疗 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千万不要给他化疗 你就记住我这一句话就好了 那这个手术后 果然那个医师叫他化疗 结果他就不化疗 结果两个人各说一词 他就在想 不过原来的医师 对他平常就很好 应该不会害他吧 所以他一直没有化疗 结果人也好好的 只是毛病也蛮多 最后他来听我的课 完全明白 他就知道哪一个好 哪一个患 而那一个医师 不叫他化疗的医师 就用一句话来说他 他说化疗就像什么 大炮打苍蝇 苍蝇虽然有可能也被打到 整棵树也会被怎么样 打倒了 那棵树就是我们的生命 你为了打苍蝇 结果拿大炮来打 结果这棵树也被你封掉了 那这样封掉了 当然苍蝇也不见了 这样有没有意义 我问各位 这种化疗就是毁灭性的嘛 就有这样 所以比喻得非常好 那我们也看很多在台湾 这样一路坐下来化疗 真正能活得不多啊 那死了那么多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会走 还会去选择这一条路 除了相信医学之外 还有我们的人 一般人缺乏反省能力 也不想看看周围 他以为医师跟我讲 化疗还有希望 他以为真的可以做到 但我常常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 我觉得还蛮能形容 这样的一个情景 就是有一个人 他听说山上有一个道士 已经学会了什么 藏身不死之处 所以他一听到 哇这个技术很好耶 学了竟然会藏身不死 所以马上整理行囊 然后就赶快往山上去 找这个高人 结果到了山中的时候 遇到一个人 他就问 是不是有这样一号人物 那个人跟他讲 有啊 有这个人 不过这个人 早在几天前 已经往生了 就这个人听到之后 很难过 就垂胸顿足 然后就感叹的说 哎 我晚来了一步 要不然我就学会了 藏身不死之处 那你们想想看 你们觉得好笑 但你们再想想看 前面已经死了那么多人 为什么你们还敢 带着钢盔往前冲 你们以为会是例外的吗 那你跟这一号看到了 藏身不死之处的人 已经死了 你们还会有希望吗 这样的希望 其实大家看现实的 现实界 应该大家都清楚 好 所以 我们下期见